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看陈教授 除了喝水之外 作为中医专家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 喝水是解决不了阴虚的问题 阴虚它一定要靠咱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比如说咱们大家比较流行的 就是说用六味地黄丸 我们都说那个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大药吗 这个怎么还能润灶啊 咱们在那个两千多年前呢 皇帝内经就说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为什么呢 因为秋天这个气候比较干燥 它会伤阴 这个阳气呢 慢慢的就是下去了 但是呢 阴叶应该要跟上来 到这个时候呢 它干燥以后呢 它把这个阴叶受省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进行这个补充 那阴叶就会不足 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很干 而且呢 会上火 是吧 阴虚就会火旺 所以呢 咱们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养阴 六味地黄丸之所以特别特别有名 是说它跟什么某一段著名的故事还有关系 所以这么著名的方子是打哪来的呢 这个这么著名的方子呢 它是那个 成型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宋朝 宋朝呢 有个很有名的医学家叫钱宇 如果搞儿科的人呢 都会对他很熟悉 当时宋朝有个叫长公主 长公主有病了 有病了也是请了好多太医 当时她还在民间 她好多太医看不好 就把钱宇给请去了 钱宇呢 她看儿科的 那长公主很小啊 就她就给看就给看好了 看好了就因为这个 后来那个宋朝就把她请到了叫太医署 就是说她去太医署以后 就有很多大夫就看她不说 因为她是民间来的 所以呢 就拿着她的方子 她这个方子呢 六位地方完呢 她当时是治疗好多小孩 发育磁缓 中医叫五磁 这么一个方子 而且呢 因为她这个方子呢 是用的是六位药 原来呢 补肾呢 用的是以前的方子 叫金贵盛气丸 那是更早的方子 是两千多年以前 有个叫医肾张仲锦 是她的那个方子 但是人家就 就说太医署那些呢 就挑她的毛病 说你这个药补肾 怎么会比那个金贵盛气丸 少了两位药呢 后来她就解释了 她说为什么呢 她说小孩子这个阳气很充足 不需要补阳气 老是阴业不足 所以呢 她就把这个叫 金贵盛气丸里头的两位药 父子和肉贵呢 这个温补肾阳的药呢 给去掉了 就剩下了 咱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六味地黄丸 哦 这感觉 六味地黄丸一开始 是给小孩吃的 但是现在应用 真的是特别都广泛了 好多人都在吃这个 六味地黄丸 既然提到是六味地黄丸 那里面是就有六味药 是吧 对 它有六味 吃哪六味药会这么经典 对 它有六味药 六味药呢 有三味叫补的药 有三味蟹的药 三补三蟹 三补三蟹 咱们先说那个补的 补的呢 有熟地黄 熟地黄呢 它就是说咱们 有一位叫地黄 地黄它经过加工以后 叫熟地黄 它这个呢 是专门是补肾的 补肾阴的 补肾就靠熟地黄 补肾阴的 对 然后呢 除了补肾阴呢 还可以补血 另外还有一位呢 是这个山猪鱼 它这个主要是补肝的 也是补肝的 还有一位呢 是山药 山药呢 它呢 其实它也可以补肾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作用呢 它是健脾 这咱们说的是三补 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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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肥 叫肝脾肾 都有补的了 然后呢 还有三蟹 蟹什么的 它主要呢 就是说补肾呢 它就会有火 就会有热 所以呢 还要有山蟹 第一位要呢 是折蟹 它是 主要是蟹肾火的 另外还有一位呢 是单皮 单皮呢 它这个是蟹肝火的 还有一位呢 是芙苓 这个是健脾去湿的 所以这个就是 又把这个肝皮肾都补了 对 同时还能够 蟹这三个地方的火 对 三补三蟹 比如说这么经典 该补的就是补 该蟹的就是蟹 这也是让我觉得特奇怪的 一边补着 一边蟹着 那我吃进去 不就浪费了吗 没事一样嘛 对啊 因为它这个是以补为主 咱们刚刚说到 这个阴虚以后呢 它就会有热 有热 如果你不吸热 你光补阴呢 就像咱们说 你如果这个火太大 得福里抽筋 得去火呀 不去火以后 它这个光补阴 这个一补起来 还是让那个火又给消耗掉 所以说它还是不够 可不可以像现在 我们好多观众一样 常年就把它当作一个补药 或者是保健一样 一直吃啊 另外 所以说虽然这是一位非常经典的药 而且这个药效确实也非常的神奇 但是也要分清楚人群 所以咱们就来看看啊 到底刚才这个程教授提到的肾阴虚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也就是说您适合吃这个六微体黄丸 我们看第一道问题啊 来那下面哪一种情况是阴虚的表现 是舌苔白还是舌苔少 还是舌体胖 都是看这个舌头啊 来 先抢100位观众请表达一点 我记得昨天在说咳嗽的时候 人陈教授就给小鸟判定了 说这个灶都已经伤了阴了 已经大发了 阴虚了 最维系你可以看看他的舌头 现在是什么状态 是什么状态 是活的 看不出来 那你少说呀 让我生半天舌了 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舌体胖 舌体胖就证明一点 能吃就跟我这儿呢 舌头大 你抓下来吧 那你觉得看那个就是舌苔啊什么的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它有点白 我是白是吗 我看你也白啊 那我也吃 我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来看看调查结果是 选的最多的是舌苔白 好 那我们让综艺专家告诉大家 下回再看舌苔的时候 怎么看才是阴虚呢 来答案是 哎呀 是舌苔少 看白就看错了 咱们都知道 阴呢 它是叫滋养的 如果这个阴不能滋养呢 滋养到这个舌苔这一块呢 它那个舌苔就会少 咱们其他的两种情况 舌苔白呢 一般来说 中医这一块呢 认为是有寒气 有寒气的时候会出现舌苔白 然后那个 舌苔胖呢 是因为脾虚 脾虚不能化湿 湿气在停留 在这个体内比较多 舌苔这块停留也比较多 所以说它射体就比较胖 射体胖呢 常常还会伴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有齿痕 所以这都是脾虚的一个 典型的一个表现 我们经常会听中医说啊 是阴虚啊 还是阳虚 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挺难分清楚的 那我们结合面前这个体板呢 也要请陈教授 给我们明确一下啊 来 有请陈教授到这个体板面前来 你看 这样一分 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其实呢这个典型的阴虚和阳虚呢 是比较好区分的 咱们说呢 阴虚的人怕热 阳虚的人怕冷 因为有很多人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秋冬以后呢 他就会觉得他四肢的那个怕冷 这个呢一般来说是阳虚 阴虚呢怕热呢 他夏天的时候呢 他就是说表现就会比较明显 怕热 还有一种怕热呢 他是本身自己就觉得很热 五心繁热 觉得手脚心 心口窝这一块都热 就大冬天的 他也觉得热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大夏天的 他还觉得冷 这俩就刚好相反的 这个就是说 他到秋冬呢 会更明显一点 因为秋冬这个阳气不足了 除了这一个之外呢 这个阴虚的呢 他还要倒汗 就是什么叫倒汗呢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倒汗 出汗 口干 这个呢都是属于叫阴液不足的时候 他会出现这个症状 因为阴液他不足以叫维持人体所吸 所要的这个叫卤氧的这个需要 所以说他就会 另外他还会口干烟灶 阳虚的人呢 他有的时候偶尔也有点口干 但是他一般的是口不干 他即便是口干呢 他也不会喝水 跟这个阴虚口干呢 他想喝水 喝的水呢还不解渴的这样呢 他还是有点区别的 另外呢阴虚的人呢 他一般来说呢 他是便秘的 就是说大便呢 他是排 排出是不畅的 阳虚的人呢 他是那个 变糖 他容易那个闹肚子 另外呢阴虚的人呢 他这个尿呢比较少 颜色呢也比较深 是黄的 然后呢阳虚的人呢 他小便是清肠的 另外一个呢 阴虚的人呢 他面色是红的 而且呢明显的呢 是以这个叫全红为主 就是说全骨这一块呢 红为主 阳虚的人呢 他一般的面色发白 或者发青 没有什么光泽 所以和阴虚的人 这个有点放光 有点发红的 他是很好区分 就这几点 其实都集中在热上了 那这个就是灶 这就是火 感觉起来就是 你看到一条火 就那么烧啊烧 你说人能不热不燥吗 这就是刚好相反 就是处在一大冰库里头 对 是这种感觉吧 但是阳气不足啊 他就终于说阳气 它是温序全身的 如果没有阳气 就有温序 这个咱们很好理解 就是冬天 如果有阳光的地方 你看那雪 它就化了 没有阳光的地方 它那雪就不容易化 对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吗 这个题板上啊 如果您要是符合 这几条的话 再看清楚了啊 一共六条 还有包括舌苔少 您才能吃这个经典的六味地黄丸 如果要是这几条您都符合的话 再吃六味地黄丸的话 怎么着呢 麻烦了 越来越重了 这症状 吃反了 所以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阴虚适合吃六味地黄丸 阳虚 最好不吃六味地黄丸 记住了吗 记住了啊 好 谢谢陈教授的介绍 谢谢 而且这个六味地黄丸 跟六味地黄丸还不一样 我吃过有什么浓缩型的 还有一种什么水蜜条 水蜜 水蜜 水蜜丸 水蜜丸 水蜜丸型的 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呢 就是一般的中药的加工过程呢 它有两种 一种像您说的水蜜丸这种形式呢 它是把这个药粉碎以后 然后加上这个蜂蜜 加水 调和做成这个蜜丸 这个叫水蜜丸 那对药性会有影响吗 它一般的做成蜜丸呢 就是其他这个口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制作方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让做蜜丸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药力呢 慢慢地发挥出来 那那浓缩的那个就是猛点 浓缩的那个呢 它的这个在制作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浓缩的它是把这个药 它先要 就是煮完以后 我们叫煎药 把这个煎药以后 把这个药液浓缩 然后再加上一些叫复兴剂 做成这个叫 这个丸药 它这个浓度呢 就比这个水蜜丸呢 它浓度要高 一般的来说 是高个三倍到五倍左右 吃的时候这个药量 稍微有点区别 比如说吃那个水蜜丸 可能一天要吃到九克 吃这个浓缩丸 最多也可能就吃到五克 它这个量还是有区别 你知道我三四年前碰到一个大姐 看着她呀 就四十多岁 四十六七的样子 实际她的实际年龄 已经快六十了 你家我真的是问了半天 她才把她的秘方告诉我 她说她就常年吃六味地黄丸 说对养颜呢 去斑呢 效果特别好 而且真的 我妈在更年期的时候 我妈今年五十五了 好像在五十岁左右 更年期的时候 她也吃过一阵这个 说是给大夫给开的 有道理吗 对这个女性有没有帮助 有一定的道理 刚刚你说的那个 女同志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更年期的时候呢 她就是说 阴虚症状会比较明显 因为更年期啊 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 就是说 有时候叫潮热 对 还有那个叫母亲繁乐 对 口干 这都是符合咱们这个 阴虚的这个表现的 但是更年期她出了阴虚之外 她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表现 但是说只要她具备的 有这些阴虚的表现 她吃这个六位地方丸 就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研究表明呢 咱们这个六位地方丸 对于调节这个女同志的这个内分泌呢 确实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真的就是阴虚的话 是就是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才吃啊 还是说这个常年 你就可以当着这个小药 一直回来吃啊 提前预防症了 就是说如果有阴虚的 那吃是最适合的 如果没有阴虚 就是说有快到更年期了 这个状态 就是说想预防 只要说她没有叫阳虚这个表现 就可以吃 那是说这是中药吗 中药一般都是饭前吃 还是说我睡觉之前吃 还是我早上吃 晚上吃 这个有区别吗 应该是空腹的时候吃 空腹的时候吃 补药咱们是空腹吃 然后呢 如果这个人有允许需要补阴 需要补善阴 但是呢 他脾胃又不太好 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让他这个空腹的时候吃 就要放后吃 为了减少他来这个 为了这个刺激 也就是说既然是药 对吧 所以就有失音症 有的人就能吃 吃完就能够治病 那有的人呢 吃完之后 问题可能就来了 所以咱们还是得接着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哪一种情况是不宜服用 六位低皇丸的呢 我们再看一下 是倒汗 还是腹瀉 还是便秘 好 建成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我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便秘 不是因为刚才提板 好好地回忆了一下 我就选便秘了 这个刚才听讲就没问题 你刚才说了 那个叫阴虚 就是火旺 火旺就容易倒汗 火旺就容易便秘 所以说 倒汗是阴虚 是火旺 是阴虚 就是阴虚 阴虚 因为阴虚 所以火旺 你们两个都倒得乱了 说乱了 说乱了 我们看看100位观众 了不了解这个事情 来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辨别方法 都一样 这基本上是一样 稍微等一下广告 我们再告诉您 什么样的人不宜吃六位低皇丸 欢迎大家回到这张电视台的健康制度节目 我们既然听到阳虚的人 吃六位低皇丸 反而会把自己身体的这个症状越吃越严重 所以咱们看看哪一种人不能吃呢 当然是 你看看 腹腺 这要是一场小考的话 只有这三分之一的观众能打100分 然后另外那三分之二都是零分 其实刚才咱们在那个体板上已经明确了 对 咱们刚刚在介绍阴虚阳虚的时候呢 咱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阴虚的人呢 最常见的是便秘 所以说他因为音乐不足 不能润滑 他那个到处的便秘 阳虚呢 因为阳气呢 不能那个增化湿气 他这个呢 阳虚以后呢 导致这个脾胃润化湿肠 它那个吸收呢 产生障碍了 所以说它就会引起腹泻 所以说呢 咱们用六位地方碗呢 阳虚的人呢 是不太适合的 还有刚才您提到说这个脾胃不好的人 也不能吃六位地方碗 还有什么样的人群 您一口气都给说清楚了 咱们好记得也能清楚一点 一个是阳虚的人不能吃 当然这里面包括脾胃虚寒的这个人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感冒的人 最好不要吃六位地方碗 因为咱们六位地方碗呢 它是属于一种毒药 咱们感冒的时候呢 是有外邪入寝 就是进入到人体的 叫皮毛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呢 咱们应该是用这个 用药呢 叫把这个邪气呢 要赶出去叫驱邪中医里头 把邪要赶出去 在这个时候呢 要吃药呢 它是要解表的 要吃好的药 要把这个邪气从里面往外面赶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咱们吃这个六位地方碗 它是一种补药呢 它就说等于把外面的那个门给关上了 把这个邪气留在体内了 叫关门流扣 这样呢就是说你会越补呢 补是补了邪气 真体没有补饭了 就不光是把寒关起来了 而且还住这个寒了 对对对 所以感冒脾胃不好 还有阳虚的人就不能吃 但是我们发现啊 真的去药店的时候 你说那个 那个给我来地黄丸 人家会问你 说你要哪一种地黄丸呀 后来才知道 这地黄丸分好多种 说有这个叫六位地黄丸 然后还有那个支柏地黄丸 这说起来真的全都叫地黄丸 但前面扣了这不同的名字 这有什么差别呀 这个就是说在六位地黄丸的基础上 它有了增加的药物了 比如说像这个叫起菊地黄丸 加了枸杞和菊花 其实枸杞呢 它是补干肾之音的 就是说补干音和肾音 它都可以补 然后呢菊花呢 它可以叫清干明目 起菊地黄丸就相当于 加的是一个枸杞和菊花 那枝柏地黄丸呢 枝柏地黄丸是加了这个枝母和黄柏 枝母呢 它有生筋晕灶的这个作用 然后黄柏呢 它有这个清热泄火的这个作用 还有这个麦味地黄丸 麦味地黄丸是加了五位子和麦冬 五位子呢 它是这个叫收敛和安神的 它也可以知音 然后呢麦冬呢 它就是知音那个晕灶 它相当于是在那六位当中 又多加了两位是吗 对 在六位的基础上加了两位 那咱们就来看看这个起菊地黄丸的问题 来 关于这个起菊地黄丸最适合治疗哪一种症状 加入了枸杞和菊花会调整什么呢 是对于眼睛干涩还是烦热口渴 还是对于声音嘶牙有帮助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再来一遍 所以吧 要想说明这个问题 还得回归到天家的那两位药商 对 枸杞和菊花 菊花 可能更适合哪一种人群 我选A 哎呀 小一块的了 为什么 因为里边有菊花呀 之前就之前在菊花上了 刚才那个江苏说了 说这个菊花是清干明目 对 就之前在这儿了 所以它这个有一小突破口 就是眼睛干涩 原来你也是个懵的 我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当中 有没有吃过这个起菊地黄丸的 请说我看一下 有吗 四号观众 那当时您身体是怎么不舒服了 想起吃这个药了 眼睛干涩 然后身体有时候 有时候那腰也不太好 它也管事 你吃完之后觉得这个缓解了吗 缓解啊 那这样我们看看100位观众对这个问题 是不是认识的很清楚呢 来看看调查结果 海军市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眼睛干涩和繁热口渴 那好 我们让陈教授告诉你 到底哪一种人可以吃呢 答案是 这其实是对于治疗眼睛干涩更合适 我们真的是学不学就而不愿 不是 因为这个呢 就是说咱们加了口气和菊花之外呢 它一个是知肝身阴的力量加强了 另外一个清肝的力量也加强了 所以它对于这个眼睛干涩 失误模糊 包括现在好多这个人 到了这个45岁以后 觉得这个叫绯闻症 比较明显的 都比较适合用这个起菊地黄丸 就是眼睛的症状比较突出的时候 就可以吃起菊地黄丸了 是吧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枝柏地黄丸 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吃呢 枝柏地黄丸的人 那它主要是说叫应许火旺 好 它有火旺的这个症状 就是说上火了 比如说咱们尿少 尿短 它还有这个骨针朝热 它这个热的这个真相呢 比较明显 倒汗也比较明显 口干烟灶呢 也比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阴虚呢 还要明显一些 就更严重的这种阴虚 就可以吃枝柏地黄丸 对 还有这个麦味地黄丸 好多人都不太清楚 吃的也少 麦味地黄丸呢 它因为加了这个五味籽和麦冬 麦冬是知音的 五味籽呢 它也是知音 那个叫免肺的 因为好多人呢 可能因为音虚咳嗽时间久了 它这个也伤了这个肺了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除了音虚表现之外 它还有一个种叫虚喘 就是说这个喘呢 它没有什么劲儿 比较轻 不像那个咱们说的 有好多那个叫 知己管笑喘的那个 它喘起来会比较厉害 它这种喘呢 喘得很轻 但是呢 它老喘没什么劲儿 这种虚喘啊 还有呢 睡眠不是特别好的 这个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麦味地黄丸 虽然都是同一家族的 都是地黄丸这个大家庭里的 但是加入了不同的这个药物之后 它的确是效果不同 针对的适应症也不同 所以我们再看看屏幕上的这一组提示啊 您针对着您现在出现的一些反应 再去选择这个地黄丸 千万别选错了 好 其实要说药物的选择 对于我们来说呢 有一点难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让何佳博士教给大家 比较通用的一些按摩血位的办法 也可以让我们达到滋阴补肾的作用 我们让何博士教给您 来邀请何佳 好的 这个中医的经学理论当中啊 确实有一些血位呢 它是按摩之后啊 和这个补肾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找到一个咏泉血 咏泉血在什么位置呢 可能大家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它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体的足心 脚心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这个中医论的理论当中啊 认为这个肾呢 它是属水的 那么这个水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它都是像这个地下水 涌出来的泉水似的 那么我们就要到脚心来找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找这个泳泉血呢 我们先要找到这个脚趾的第二和第三指 第二和第三指 在他们的这个指根啊 脚趾的指根的这个位置呢 我们一般来说可以看到一个人字形的这样一个纹路 从这个纹路的头端最上面 定一个点 然后呢 再找到到足根 这个根骨前面 这个位置 再定一个点 那么在他们连接的 头上的三分之一 这个分界线的位置 那么就是泳泉血的位置 那么这样说呢 可能大家觉得 哎呀 这个比较困惑 其实呢 我们就只需要找到这个脚心啊 这个脚窝最深的那个位置 稍微靠前一点这个位置 其实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泳泉血 那么第二个血位呢 那么它是在这个内怀 脚的内怀的这里 我们来看一看 好 这里有一个血位叫做三阴胶 为什么叫三阴胶呢 它是三条属于阴的这个经脉 肝 皮 肾 在这里交汇啊 所以叫做三阴胶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找呢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内怀啊 就是这个脚脖子 内侧 这个骨头最尖的这个位置 脚踝的 踝尖的这个位置 注意在内侧 然后呢 在它的上方 三寸 三寸啊 不是大家自己拿这个尺子凉 而是自己的同身寸 同身寸的这个三寸 大约呢 相当于四横指 然后以这个中指的中间这个指节 为标准 为参考 那么这个距离 啊 现在这个呢 就是我的同身寸的三寸 那么你自己也可以找到 我们把它 哎 用这个小指的边缘啊 对着这个怀尖的这个位置 脚怀尖 那么在这个 这个 食指的这个掌头纹 这个位置 和颈骨 相交的后面一点点 这有一个小凹陷 那么就是三阴交了 啊 这是第二个学位 第三个学位呢 是在我们的手腕上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里 叫做 太渊 太渊啊 这个词听起来就觉得 很有深度的感觉 那确实是这样 那么太渊学呢 它其实属于这个费金 那么在这个中医的经学理论当中呢 它就认为这个 肺属筋 肾呢 又属水 筋生水 啊 所以按摩这个学位呢 对肾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太渊学怎么找呢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 摸到自己的这个 手腕 靠近大拇指的这一侧 那么可以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那当然你的手不要弯起 一般啦 一般来说啊 我们要把它伸直一些 好 如果比较瘦的人都可以看到它的搏动 我们摸到这个搏动最强烈的这个位置 就是饶动脉搏动最强烈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里就是太渊学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三个学位 那么分别是 泳拳 三阴交 还有太渊 好了 小剂 好 谢谢何博士啊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这个药啊 还有终于按摩的方法 没有什么样的食疗的好办法 也能够自饮补肾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问题 来那哪一位重要字音补肾的功效是最好的 看看是最好的 是人参还是枸杞还是桂圆 增长一百位观众 请给选择一遍 如果刚才的学习啊 还得说到我们这个学还是有作用的 那结果呢 选必 枸杞枸杞 这刚才程老师教过我们 这题要再选错了 真的咱俩就以后甭来见康之路了 你说的以后我们全体的观众不知道该选什么了 就是枸杞 万一人不想选枸杞呢 不是这个人者见人之间 反正我从我听讲的那个 你是打那个喜剧帝皇丸是从那块来的是吧 不是他就是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在说枸杞嘛 是不顺的 是不顺的 而且人参队员其实也补 人参是补气啊 补气血 你看我一说教授在那点头呢 我瞟上呢 把答案就扣住了 贵员 补血 贵员没摇头 没点头 反正是枸杞 那我们看看一百个观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枸杞 选人参和贵员的人也不在少 是我们的等一下广告 让陈教授告诉你哪一位中央 资音补肾效果是最好的 好 欢迎大家回到教授 最爱的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看看啊 资音补肾最好的是 枸杞 咱俩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啊 但是咱们也是啊 要强调的是最好 那那个人参和贵员 是不是也有同样这个资音补肾的作用啊 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它要是说补肾音呢 它没有帮助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么 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说 我听人家说这个老三参挺好的 然后呢 他就会自己放上点那个肉 或者放上鸡 就炖着吃了 吃完以后 有的人就会口干熟燥 这是轻一点的 厉害一点的 就会流鼻血 更厉害的 就会掉头发 掉眉毛 这么厉害啊 所以说呢 人参呢 它比较燥 就是说 殷须的这个人 肯定不能用 它是大补元气的 它的作用比较强 桂圆呢 它是补肾羊的 它不是补肾音的 它要是说 殷须的人吃桂圆的 它也会上火 这也补法了 也补法了 所以说到底就是枸杞了 枸杞是补肾什么的呀 枸杞是补肾音的 补肾音 它补肝肾音 就是肝音它也补 那这枸杞怎么吃最好呀 枸杞呢 咱们有一种就是做成这个叫茶饮的这个方式 带茶饮 咱们叫五味枸杞饮 咱们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 用枸杞纸和五味纸来那个带茶喝 咱们先把那个枸杞呢 给剪碎了 因为大家可能都吃过枸杞 枸杞呢比较热乎 就是说你如果呢 不给它剪碎的呢 它里面的东西呢 好多它出不来 而且它里面的好多东西 就是属于那个比较粘的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都是整颗整颗的泡啊 都没剪碎过 那就是剪碎 其实更可以让它的那个功效发挥更好一些 对 因为咱们带茶饮呢 咱们就是说把这个枸杞剪碎以后 和这个五味纸一起 先给它煮开了 然后再加热水 气着喝 就先煮沸 然后 也要是这比如说一货喝完了之后 再可以泡点水 再可以再续水 续这个热水 那我们推荐的就是枸杞 剪碎补剩的效果最好 除此之外 仅次于它的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说 咱们叫商阵猪 如果说在那个春天的时候 到夏天的时候 它有新鲜的 咱们的一般的时候呢 用的是那个干果 如果是干的呢 就用20克 然后呢 用一些米 一块给熬粥 商阵捕这个肾音呢 比枸杞的力量还要强 都不是说次于它了 是更强于枸杞 吃鲜的不行吗 吃鲜的不行吗 吃鲜的就是有一个吸收问题 为什么咱们要加米 加米也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东西 就是说枸杞也好 商阵也好 它都是知音的东西 吃鲜的东西它就腻 它腻加完这个米以后呢 米是健体的 健体呼味的 我老家呀 还有很多的这个老人家 是拿这个商阵 给它酿成酒 说这个酒的补肾滋音的功效 是特别强的 是这样吗 那就更好 因为酒啊 它这个叫行走的那个能力啊 就是叫通乐的那个能力比较强 以前有好多咱们说 知道这个叫筋骨不太好的这个人 它都泡酒 因为酒呢 就是说咱们现在研究呢 像这些商阵枸杞 它都有好多叫 是吗 好多成分 是需要用酒 它才能够把它给提起出来的 我们今天推荐的是特别经典的地黄碗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想跟您说一说 大家使用特别普遍的一些 中药的感冒药在选择上 有什么样的讲究 才能够更对您的证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好 再一次的感谢陈教授 也感谢我们现场一百个观众 还有两位嘉宾 小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